再分別把它完成 那後面的話呢 我們就是利用類似的方法 所以上個禮拜的東西 你特別注意喔 如果裡面有VBA或聚集的話 開啟檔案一定要啟用內容 否則的話無法執行 也就是說你如果沒有按啟用內容 你直接去按按鈕的話 它是沒有辦法幫你執行那個VBA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小心 啟用內容 那我們上個禮拜的話就是自己寫吧 然後另外的話還有就是 就是在這邊插入一個自訂函數 自訂使用者定義裡面的話 會出現一個叫做 叫什麼 手機函數吧 這好像沒講到 是不是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們可以在這邊 假設要插入一個函數 那我們前面的那個SUB 就是按鈕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所謂的SUB SUB的話呢對應到就是按鈕 你執行它 它就會幫你自動幫你把這個動作完成 但是如果今天我們希望呢 我希望可以按下那個插入函數的時候 它能夠給我一個 所謂的那個 制定就類似像我們使用函數一樣 那我們的需求其實非常簡單 就插入函數的時候呢 會跳出一個在使用者制定 所以這邊特別注意 它一定會出現的位置 會在最 它的類別 會是在那個使用者定義裡面 所以特別注意 將來如果你要執行的話 那再來的話呢 那個函數的名稱叫什麼呢 也許我們取名叫手機函數吧 如果你要產生一個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函數 該怎麼做 那首先一樣 先把那個 我們上個禮拜 那第一個檔案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一樣要把那個開發人員 因為我們電腦會還原 所以每一次的話 變成你還是要把那個 開發人員設定 再把它開起來 OK 那開起來的方式的話 我想還記得吧 上面有一個那個箭頭 然後其他命令 設定功能區裡面 把那個開發人員打勾就可以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 來看一下 那個相關的那個程式 會比之前 稍微又複雜一些些 不過但也不是完全 無法理解 那我是把它放在 雲端白板裡面的 第一個單元 裡面的第一個單元 你們可以 這前面的東西 你可以往下捲動 那你可以找到一個叫Function Function Function應該是在這裡 OK 基本上就是這一段 其實Public 其實可以不需要寫 就是寫Function 那如果假設 這一段如果你寫好的話 那基本上呢 你就可以能夠執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其他命令 我把那個 設定功能區裡面的開發人員 這個又不要打勾啦 反而每一次上課 因為電腦會還原 然後你自己的電腦 就沒這個問題了 其他命令 設定功能 這個地方要把它 把這個設定 這個開發人員 打勾 確定之後 這個開發人員才會出現 那出現之後的話 你前面寫的 這個程式 就會在Visual Basic裡面 那你習慣上 會先把中間這個 把它放大 放大之後的話 我的習慣會把它 稍微縮小一點點 那這樣的話 可以看到底下的Excel 那你會發現呢 在我們上一次寫的東西的話 會放在模組裡面 OK 那你會發現呢 我們寫的 基本上 應該是 應該是下面還需要有個Module 2 我上個禮拜是沒存到檔 理論上的話 這個是錄製聚集的部分 那上個禮拜的那個應該是在另外一個Module 2 我上次有講過 如果假設吧 你如果沒有存到檔 其實這邊也有 有沒有我們 這是Public 其實可以拿掉 就是會有兩個Sub 對應到就是兩個按鈕 一個Sub的名稱的話呢 叫門號 一個Sub的名稱叫清除 我看一下 理論上 這個 這個VBA 我好像沒有存到檔 沒辦法 我上個禮拜的東西 理論上是應該要 上個禮拜部分是應該要 先再增加一個 這個 這個工作表 然後這個名稱的話 把它改成叫門號 這個一樣叫清除 然後程式的部分的話 我是把它放在這兩段 一個門號一個清除 那我記得好像有把清除把它改成清除2 因為如果名稱跟那個前面的清除 這個清除一樣的話 那會有衝突 所以我把 一個叫門號 一個叫清除2 那再來就是在利用那個插入按鈕部分 產生兩個按鈕 當然如果本身已經有兩個的話 你可以不需要刪掉 你可以這樣子按右鍵 其實它可以用修改的方法 那修改的話就是 你可以重新指定那個對應的Sub 那Sub的話 就是指向那個門號部分 所以這個 等於是對應到我剛剛 上禮拜寫的那個門號 那名稱如果你要變更的話 你可以把這兩個字複製一下 然後把這邊兩個字刪掉 重新貼好了 那清除的話 重新按右鍵 一樣會出現 重新指定那個按鈕對應到的那個Sub 然後呢 我們把它改成清除2好了 OK按確定 這樣的話實際上 你按一下它 它就會出現我們要的結果 那跟那個前面 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你按下它 這個上面呢 會是 因為我們是錄製劇 它裡面是公式 那這邊的話呢 理論上 按下它呢 它會是最後的結果 按一個清除 那 這個是上個禮拜的部分 另外今天的話 我們要多增加 一個叫Function的東西 在底下這邊 其實在雲端上第10頁 Function 我先Demo給各位看 那當然我們等一下 要把它重新清掉重寫 那 這邊的話就增加 那就是我們這個部分的程式 是如果太小的話 工具選項 我把那個撰寫風格 再把它放大 12 至少12好了 OK 就是這一段 那我Demo一下 也就等一下會刪掉 重新再來過 如果我要一個制定函數的話 那你記得喔 如果你寫好那個Function 執行的方式 不是按鈕 而是從這個插入函數裡面 找到使用者定義 那你可以看到呢 因為我增加的那個 方學的名稱 叫做手機 就手機函數 所以呢 他會在那個使用者定義裡面 會出現手機 OK 按確定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 會出現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的門號 你電信業者給我一下 所以我把這個資料給他 第二個的話 給他門號區 就把資料給他 第三個呢 給他門號末 也就是說給他123 他會問你三個問題 然後他會給你什麼呢 給你這個 最後的結果 所以Function有點像是問答式 你給他問 你給他要的資料 他會幫你處理完之後呢 再把最後的結果 產生出來 那因為你的游標 是放在這個儲存格上面 所以他會幫你把這個得到的結果呢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完成整個Function的流程 OK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時候呢 就把有沒有 這個函數的結果給做出來 快速點兩下呢 他就會把底下的全部填滿 但是呢 Function跟那個Sub最大不一樣 因為Function你會沒有回圈 所以他只會產生一個 那其他怎麼做 其他變成你要自己點兩下 他不會像Sub 他會全部幫你把資料填滿 可是這個Function該如何做呢 特別注意喔 這個Function 首先的話 剛剛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我剛剛貼上來的 所以喔 如果你們待會兒要 撰寫這個Function的話 特別注意喔 1 請你開啟那個什麼 你之前的那個Module 2 我好像講過 我把聚集放在Module 1 把這個上個禮拜寫放在Module 2 那撰寫的部分就放在這裡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寫一個自定函數 該如何開始 1 記得喔 在這個程式最下方 這個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這個單字可能要背一下 它叫Function OK 那 比那個Sub稍微長一點 Function控一格 那接下來就是說 你希望它取名字呢 你當然取中文可以 取英文也可以 OK 那我名稱叫手機好了 可是你會發現 剛剛為什麼會出現一個手機 在這個使用者定義裡面 就是因為我名稱取這個 OK 手機 那刮鬍之後的話呢 請你特別注意喔 其實你刮鬍不用打 你乾脆Enter就可以 Function 控一格手機 直接Enter就好了 那它這個會有一個自動完成功能 它會自動幫你加小刮鬍 自動幫你加End function 但如果說你按Enter之後 它沒有理你的話 你可能要檢查一下 你自己有沒有拼錯啦 大半都拼錯字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等於是第一步就完成 就是建立一個 這個沒有作用的一個Function 那如果你要有作用的話 首先 你要跟使用者要資料 那比如說我要跟使用者要三個資料 哪三個資料呢 第一個資料是 電信業者 第二個門號區 第三個門號 怎麼跟它要 特別注意喔 請你把這三個名稱 放在瓜葫裡面就可以了 OK 習慣上是這樣 就是把這三個C 然後再切回來這邊 把它貼到那個瓜葫裡面就可以了 但中間記得要加豆點 所以記得喔 這個中間它是 是空白 那把它Delete掉 改成豆點就可以了 第一個 是 請你給我電信業者 所以你會發現 當我插入那個 函數的時候 它跳出來 會有三個框框 意思就是 你會需要有三個資料 三個問題 其實就是三個參數 其實就是三個參數 那我們把資料選完之後給它 它就會把資料怎麼樣 把它存在這三個參數 所以我剛剛選的 我第一個選這個吧 選這個 它會幫我把資料存在這裡 選這個的話 它會把資料存在這裡 所以將來這三個名稱 是有意義的喔 是存資料的地方 就是 所謂的參數 那我得到這三個參數之後的話 我該做什麼 我幫它處理完 處理完之後 再丟正確的給它 那我要怎麼處理完 丟正確給它 特別注意喔 丟回來的話 它有一個規則 這可能比較容易忘掉 請你在這個下一行空白行的開頭 把那個方權後面的手機兩個字複製過來 手機等於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後面是我要處理的 等於09 其實這個部分呢 跟前面的那個 串接門號有點像 就是09END什麼呢 END之後的話呢 是電信業者 有沒有 上面是直接去抓這個資料過來 那這個地方 因為使用者有給我 所以我直接把 09 直接把什麼呢 把這個電信業者 這個參數的資料呢 把它 複製到這個AND後面就可以了 09END 所以它會把 這個11帶過來 09END11 然後空一格AND 然後再一個什麼 減的符號 OK 所以我們再加一個減的符號 空一格再AND什麼 AND 就是門號區碼 可是門號區碼 它一定要滿足3碼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用format 其實跟上面的那個 sab有點類似 format format 就是把門號區碼這個資料 把它放到format裡面來 那一定要3碼的話呢 就逗點什麼 0 0 記得前後一定要加雙以號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得到什麼 得到那個門號區碼 把它串在後面的結果 那末碼部分怎麼辦呢 其實有點類似啦 就是把什麼 把AND 前面的空白 到最後面 這個複製到 這個後面 然後把門號區碼部分 把它改成什麼 門號末碼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程式都寫完了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這個function喔 它 跟前面的sab 雖然呢 做出來的結果有點類似 但是運作起來不太一樣喔 sab是透過按鈕去執行的 那function是透過這個插入函數執行喔 OK 所以呢 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弄弄看 OK 可能要稍微小心一下喔 這個串接完的結果喔 就是把它丟給 它這個function名稱本身喔 好 那做完了 你程式也沒出現紅色的字 那你就可以弄弄弄看 我們來試一下喔 清楚 所以這邊 記得喔 弄的話呢 執行它 不是直接按上面的按鈕 或者是鍵按 因為這是sab 才會去執行 那你要執行 function的話 記得要從上面的這個地方 然後找到什麼 使用者定義往下拉 下面就會有一個 手機的一個 這個名稱是我們自己取的 那你會發現 底下會帶三個參數 也會顯示出來 那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一樣有沒有 把第一個給它 把第二個給它 把第三個給它 它得到123之後 自動幫你創完的結果 會顯示在這裡 並且呢 把這個的結果 丟給自己這個手機 這個function的名稱 有沒有 那因為你 優標放這裡 所以它會把 這個得到的結果 就直接放在儲存格裡面了 大概是這樣的流程喔 應該可以理解吧 只是這個 可能要實際上做一下 把它熟練一下 然後向下填滿 這個function呢 就大功告成 畫面先畫面 各位試試看喔 那這個城市相對比較冗長喔 那如果你實在是怕記不起來的話 可以參考那個 雲端白板的第一個單元 就是第十頁的地方